嗯 看一下css 不动 去里面说一下 css 浮动float 首先允许我们设置元素 脱离正常的文档流 这里我们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叫正常的文档流 对吧什么叫正常的文档流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对不对 按照我们的顺序 对吧按照我们html的顺序 并且 向左我们可以 让这个元素脱离 就是浮起来对不对 让它飘起来 向左或者向右这样去飘 去浮动 与css定位属性类似 通过浮动属性 我们可以对网页进行布局 对吧 可以让它浮在我们指定的位置上面 然后浮动元素呢 会不断的向左向右浮动 直到碰到 包含 块的边缘 或者 其他浮动元素的边缘 所以我们之前是不是 做了什么哪两个元素的浮动 我记得 由于浮动脱离了什么 你们自己做我们最后那个综合项目的时候 对吧 也可以使用浮动 就是 那个首页的什么 就是那个head头部 的什么 什么导航栏对不对 还有logo logo可以什么 向左浮动 然后导航栏呢 也可以向左 那因为logo什么 已经向左浮动了 那你的导航栏向左浮动的时候 是不是 贴着会贴着什么logo 对不对 那我们的登录按钮呢 或者登录的那个什么 那两个 超连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右浮动 这样可以分开他们对不对 就不用单独去定义什么 他的位置 一定要 绝对位置是向右位置对吧 所以他会导导导致什么 我们这个周边的元素能重新排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为周边的元素能去设置 清除浮动属性 就clear属性 就是他可以让他的左边 不能有浮动的元素 或者让他右边不能有浮动元素 或者两边都不能有浮动的元素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图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三个 box 盒子 不管是什么盒子元素 三个盒子 第一个框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框 让他往左往右移动的话 那第二个框和第三个框呢 难道在原位吗 是在原位吗 还是怎么的 我们来看例子吧 怎么做三个框出来 直接写三个DIV是不是可以了 那一般我们会用DIV来做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改了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 啊 嗯 DIV 三个 然后我们给三个框呢 三张图片吧 或者说 呃 给他定义一个什么高度宽度 然后背景的背景色对吧 来区分 来 我们对DIV呢定一个统一的样式吧 高度 100 然后我们宽度的话呢也定义为什么 100 然后给他一个颜色 Background color 这种黄绿色 没事三个 那么是不是去喷不了三个框的颜色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个 加内容可以吗 就可以呀 第1个框内容是 A 第2个框内容是B 第3个框内容是C 好看 嗯 嗯 再给他加呢 Border吧 加边界啊 加那个边框 一个像素的边框 颜色的话 10 10星的 10线 给他加红色的边框吗 或者黑色的也可以 黑色的好看一点 默认就是黑色的 好 加黑色的边框 现在是ABC吗 三个框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把A这个框 那我是排斥得 定义class A 叫DIV A class DIV B DIV C DIV C 好然后我们对DIV点DIV A 它的样式我们怎么着 现在让他浮对不对 浮起来 Float 怎么浮 向右浮动 对吧 B和C是不是挤上去了 为什么B和C不拼在一起 为什么B和C不在同一行显示 而是显示两行 因为它是会计元素对不对 会计元素特点还记得吗 站一行吗 站一行 那我现在有一个 嗯 我们定一下Body的 大小 宽度 主要是宽度 比如说1000 1000个像素 太大了 500 我们来测试啊 500 然后 它的Border 一个像素 Solid 很小吧 这Body很小 嗯 给它什么 把这个框呢 300 300 对吧 来看一下 嗯 宽度的话呢 我们设置为150 不是300 设置为小一点 我刚好能分上放下两个 哎不对 不是 总总是500对吧 放下三个多 那现在 嗯 如果我把 我把浮动改成什么 能不能向上浮动 啊 不行 浮动 可 只有什么 左右 对不对 还有一个 一按 end start 那end是在 内链元素的尾部 对吧 我们外面没有内链元素啊 没有那个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这我们往左边 我们把这个DIV的 高度也设一下 看不到效果 嗯 这个高度是 现设成300 一个框就占了300 100吧 都设置了100 哦 嗯 我的C呢 DIV A DIV B C C为什么放不下了 C是不是放不下了 对吧 那 假如说你想想 假如说 我们左边 左边浮动 我们把A 浮动到最左边 我们把三个都浮动一下 然后把B Float 到 右边 right 然后还剩下一个C对不对 C的话我们把它的 大小 大小给它改一下 DIV C 嗯 高度 高度50吧 高度50 宽度 所有的DIV的高度是 100 100 OK 啊 Float 1 0 0 00 宽度100,宽度50 然后我们用它float,飘到左边吧 这样就对了对吧 那想一想,我现在 b 能不能飘到左边 我的b 如果飘到左边的话会怎样 就按照这个顺序啊 就叠在一起啊 那假如说b 它什么 我们给它什么,做小一点 然后这边我们预留出一个框出来 那c的话会不会插进去 想想 会不会挤进去 要c我们给它做小一点 预留出一个c的这个框的空间 就会不会插进去 看一下 这个颗夹 看这张图 如果我们的什么包含框太窄 或者无法容纳水平排列的三个浮动元素 那么其他浮动的块向下 移动 直到什么,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我们浮动的元素高度不同 那么 当它们向下移动时呢 是不是可能会被 其他元素卡住啊 比如说我们都是向左 框一向向左 一二三都向左 这边是不是没地方放了呀 那怎么办 是向下,向下,向下降 如果 如果 不同大小呢 如果它大小不同呢 比如说框一的话 是不是大了呀 它往左 就是 第三个框往左 往左的时候 往下降的时候 本来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框二的后面对吧 因为现在已经 它的什么负元素 已经没有空间来存放它的 第三个框了 所以当它向下降的时候 什么 就会卡住吧 那这个 怎么来做 就是 把B弄小一点对吧 嗯 50 我们改高度还是改 现在都是往左移的 对吧 现在是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呀 这个body是不是太大了 导致它现在没有 不会往下降 对吧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body 改成多大好一点 就放不下它们 嗯 嗯 这两个长度是 100 50 50 100 100 150吗 250 那我直接改成250 它就放不下了吧 对或者200 搞200不行对吧 对搞250 放不下了吧 自动飘到下面去吧 那如果我把A改小一点呢 把A的高度改小一点 C是不是可以往A那边飘 飘到A的下面 那我们试一下啊 就很真实的物理引擎 对不对 把A的高度改 改多点 改 40 是不是可以 如果改成40的话看一下 C就飘到的嘛 左边去了嘛 对吧 就这个就很好理解吧 就这样你可以自己把这个框 一来一去对吧 你看一下 那不可能强行把它塞进去 对吧 如果它塞不进去的话 嗯 而且浮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边框 对吧 边框的大小 边框的宽度啊 还有一个宽度的 你要注意一下 Float属性定义的元素 往哪个方向移动 以往 以往这个属性总应用于什么 图片 就这个flow属性的应用图片 使文本围绕在什么 图片的周围 不过在css里面的任何元素呢 都是可以什么 浮动的 那浮动元素呢 会生成一个会计框 嗯 无论什么 它是哪一种元素 就它是 就算它是一个什么A标签 对吧 它也是一个什么 当你浮动之后 它也是一个会计会计框 会计元素 如果浮动 非替换元素的话 我们需要指令一个明确的宽度 否则它可能会进 嗯它们会什么 尽可能的涨 假如说一行之内有极小的空间 可以供元素浮动 那么这个元素呢 会往下呢 降对不对 往下降跳至下一行 这个过程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一行 下某一行里面有足够的空间 来存放这个元素为止 那比如说我刚才 我往下的这样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我原来这里有一个元素 然后我又要往下降一个元素 但是这个什么 长度不够了 那时候我会继续往下降 OK就会有这样的区别 然后它的值 neft right向左向右 还有non 默认这non是默认值啊 就是不浮动 还有inherit叫什么 呃继承 从负元素继承flow的属性的值 一般的就是大多数的元素都有这个 继承的这个值 就大多数的属性啊都会有继承这个值 你都可以去继承负元素的值 好clear是什么 清除属性 就是它左边定义我们 左边或者右边 不允许有浮动元素 或者说boss是什么 两侧都不允许有浮动元素 嗯我们看一下clear的例子吧 这个 这个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什么标签呢 加一个 A标签吧 好吧 加一个A标签 然后 然后这是拼科学院 好看一下 A标签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嗯 是不是从左到右嘛 那因为这这左边是不是还有空间 那如果我给这个A标签定一个 什么 clear 值是 boss boss 他会怎样 你猜他会怎样 是把 把把这个别的都清空掉吗 啊 还是把别把别人清掉还是自己走 嗯 嗯 看一下 A标签 A标签没有左边 不能是A标签 得是一个快级元素 嗯 我们 快级元素 用上 比如说就用就用A 就用这三个吧 比如说我们以B 为对吧 以B为参考 那比如说我在B的这里呢 我自己不float 如果他不float的话 我们 我们试一下就是B的左边 不能有 不能有 是这个时候B是不是往下浮了呀 那B的右边 不能有的话 对吧 是C往下浮了呀 C本来就往下浮了 对 但如果C 诶 刚才是C往下 C在下面吗 哦 一样的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大小给它调大一点 宽度给它调大一点 500 那他们一加整整齐齐就会放在一起 然后Clear 然后Clear Right 嗯 哦 B的右边 B没有 没有元素往右边 往右边浮动 如果C是往右边浮动的 因为C是往左边浮动的吗 现在 嗯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哦 我现在是往左边 我们把这个浮动给它关掉 那B的右边 不允许有浮动盒子吧 B右边有没有 现在 没有 对吧 没有 那你可以看到A的 A和B是不是挤在一起了 A是往左浮动 因为B我们已经关闭了浮动属性对吧 所以 所以相当于什么A是浮在它的B的上面的吧 如果我们boss呢 就如果我想让这个元素 左边右边对吧 都没有浮动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 这样可以看到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元素 两边都可以吗 清空 可以让他们什么 可以让B完整的显示出来 或者说正常的去显示 对吧 一般就是 如果我们要有这种需求的话呢 我们就加一个clear等于boss ok 好 我们浮动 你就讲到浮动吧 然后后面的布局 后面还有一点 下节课的话 我们把 后面内容上完之后 我们讲 我演示一下后面那个项目 然后 作为我们最终的作业吧 就我们这 嗯 嗯 嗯 这个 好 好像 这个 art 感谢观看